順啊不順的 請多多包涵 那當然除非有很明確的問題就是 比如說你沒聽到我講話 那因為我們有錄影 所以基本上後續你還可以看 我剛剛在講的就是 化學 我們剛剛最一開始的這種 清理方式 這是比較傳統而且比較安全 比較保險的方法 就是 先用 先用紙巾然後沾清潤的油 沾清潤的油 把我們的調色盤都抹上一層油 然後開始用畫刀去刮 那畫刀在刮的時候就是千萬不要朝自己的手 的方向去刮 因為你朝自己的手方向去刮的時候很危險 非常危險因為他很尖 他會 我以前有同學就是戳到自己的手 對戳進去 那 在戳的時候呢 就是在刮的時候 拿刀的方式就是 大拇指 扣著左邊 中指 扣著右邊 食指 扣著中間 這樣去刮 然後刮的時候就是短距離去刮 會刮得比較乾淨 你如果推太長 它濕力會比較不好 濕力 那刮起來就會沒有那麼乾淨 好 那刮到後面的時候就會 我就會把它 把那個皮屑 也不是皮屑 那個油 油脂 然後把它收集起來 然後用廚房紙巾再沾油再清一次 對 那就乾淨 這就是有乾淨的清完的 那接下來看這個黃黃的這裡 就是我說的 要做對照 就用廚房白駁室來給大家看 這是我說的 就是 雖然說這個方法不是那麼好 然後這個方法不是那麼健康 但是 我還是要讓你們知道有哪些方法 那我剛剛在提醒的就是 你在使用這個廚房白駁室之前 第一個 你在噴的時候 你自己要憋氣 避免你自己吸入 因為說真的 其實化學的東西 其實對身體不好 第二個就是 你的周遭不要有食物 不要有寵物 不要有動物 那會對他們健康造成危害 那第三個呢 就是你在噴的時候 不要對著鹽料 不要對著鹽料 好 你看一下 在噴的時候呢 那個方向 這邊 噴的時候基本上就盡量 不要讓噴 你要讓噴嘴 噴嘴朝內 朝調色盤 然後在噴的時候 不要死命的壓 然後記得要 使用前要搖一搖 噴出來一定要是泡沫的 你如果噴出來是液體 沒有太大效用 噴出來是泡沫的 讓它去溶解 然後不要噴到鹽料 那不要噴到鹽料的重點在於說 出發白波士它是消滅油脂 它是消減的 但是如果說今天你去噴到鹽料 鹽料又是 又是加 所以一震一副 一加一減 它其實對於我們的化的保存 其實是有很大的危害 所以 在噴的時候請務必務必 千萬不要讓它噴到你的油化原料 那當然如果可以的話呢 你趁它還是包覆住的時候噴 你不要刮起來之後再噴 好 那在噴的過程裡面 你基本上就是盡量不要呼吸憋氣 那你在噴的時候你家裡不要有寵物在旁邊 因為這種東西都是 化學的 總之呢 化學這種東西 對身體就是不好 所以 盡可能能避免就避免掉 一來是為了你的健康搞想 二來是對了 為你生活周遭的環境 好 有時候就是我說的必要之二 當然如果能避免這必要之二當然是最好的 好 那稍微等它泡沫稍微分解油脂之後 我們就可以來刮除 那刮除的時候你大家可以看一下 跟剛剛這裡 這是直接用油去刮的 好 等一下我們可以看一下這邊 的差異 好 溶解之後就可以開始刮 好 那當然 清起來會 會 輕鬆非常多 但是如果說真的 其實你如果每次 每次清一條色盤 你都要好好清 基本上 可以避免 用到廚房辦或是 或者是很久之後再用 就是如果每次都把調色盤清乾淨 清的再怎麼乾淨 它 累積個一千次一百次 它基本上 它還是會有一層油脂 就是還是會泛黃 就是無可避免 就是無可避免 等一下你可以看到那個差異 好 這邊稍微跳一下 在刮完之後呢,一樣會用廚房紙巾 先把它擦起來 那這層廚房紙巾是沾了這個泡沫的顏料 沾了油泡沫的顏料 就是調色盤的乾淨狀態 這比較白一點,比較黃一點 說真的,其實兩個方法都可以 那接下來呢,不能就直接讓它這樣 因為剛剛那是屬於化學的 所以接下來我們要用清潤的油再回來去清一次 所以其實某個程度而言 你說我們的調色盤 就是說真的,這清得再怎麼乾淨 每一次我們在化完清完調色盤之後 這邊是清完之後呢 它上面其實調色盤會殘留一些那些化學的溶劑 那你不能說直接在上面就開始調色就開始化 不行喔 因為那個東西它會一起連著顏料一起包覆住 那就完蛋 所以請你在清完之後 請拿一張廚房紙巾 另外一張廚房紙巾 然後沾清潤油 然後回來清理調色盤 把它清乾淨 把上面那層化學泡沫把它清掉 那說真的就是每次你再怎麼把它刮得乾淨 其實因為我們最後呢 我們都會用一層油去清潔 那層油呢 你累積個100次1000次 它其實就會變成一層厚厚的油脂 這是無可避免的 基本上它都會累積成油脂 那基本上呢 建議各位在化之前 要清一次調色盤 就是把調色面的灰塵清乾淨 那 那 化完之後 也要清 那這樣就很乾淨了 我們調色盤就清完了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進行下一個動作 好 接下來我們進行這個動作呢 就是把 假設 如果說我的 我有一段時間沒有化 好 這個步驟呢 是在教大家 今天的調色盤上的顏料 擠著圓圓厚厚的時候 這是我教各位的 務必務必請 記得 一定要擠著圓圓厚厚的 因為它乾的時候才不會乾透 那圓圓厚厚的 它在你大概一個禮拜吧 一個禮拜 沒化的時候 它就會開始 表皮就會開始乾了 那它就會形成一層薄膜 那在開始化之前呢 就是要把內層薄膜刮掉 那每一個顏料都要刮掉 我們來看一下怎麼刮 那我的顏料 表皮乾了之後怎麼辦 這也是很重要 好 好 上次有提醒過大家 我們的顏料 把它擠成這樣 圓圓胖胖的 其實 這是最好的 最佳狀態 因為它 基本上 它裡面是濕的 那 這樣比較不會浪費顏料 你擠一點點 其實它容易乾透 你可以試著這樣擠這樣一點點 你會發現它乾透 但是它只要圓圓胖胖的時候 它基本上 連料都還是濕潤的 好 那怎麼把 怎麼把皮撩掉呢 用刮刀 然後像 你受傷 撩那個傷疤一樣 稍微把皮 撩開一點點 皮 撩開一點 就是像 受傷的時候 你把那個 結痂 把它掀起來 一樣 就是 就是薄薄的一層 然後 輕輕的 從一個點 然後稍微把它掀開 就好了 不用整個喔 不用整個掀到底 不需要 因為每次我們調色的時候 基本上就是 用到的區域 沾到的區域 就是重一點點而已 所以基本上 撩到這裡 三分之一 就夠了 一點點就好喔 不用太多 那如果上面有鹽料 你就要把它擦掉 避免去混到色 都一點點就好 不需要太多 那如果上面有鹽料 那如果 那種皮很頑固的 你就稍微 割 割一下 都一點點就好 讓它 只有前緣 因為說真的 我們在畫的時候 我們在沾顏料 其實 不用說喔 我整坨這樣去沾 一點點其實就沾得到 而且就夠了 一點點一點點的 基本上是這樣 基本上是這樣 都要刮起來 每一個鹽料都要刮起來 每一個鹽料都要刮起來 這是一個心理狀態 就是 當我今天 我之前跟大家講 如果你選擇那種 拋棄式調色盤 很容易出現一個問題 就是 今天你在刮的時候 你在擠鹽料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喔我等一下就把它丟掉 那你就會覺得 那我就不要急很多 因為怕浪費 好 那 但是呢 會有一個問題就是 是斷線嗎 還是 是碎過頭嗎 不好意思 我剛剛 老師我剛剛跳出去 那你們 你們晚到的 記得要在這邊 寫上名字 因為 你們前面沒到的 這邊就是沒有你們 好不好 我希望大家不要像 小朋友一樣 那個 提醒 提醒那個 上課 上課准詞這件事情 好不好 好 我剛剛講到的就是 在 比如說今天 你 你今天是用那種 拋棄式的調色盤 就會有一個問題 今天 你在畫 你在畫蘋果的時候 你就是說 那我畫蘋果 蘋果是紅色 我就擠紅色就好 但是 蘋果身上不是 只有紅色 它有亮 有暗 那個亮 那個暗 它又分不同的色 好 很重要 就是千萬不要因為 我們的方便 不要因為我們的 便宜形式 然後造成 我們在繪畫上面的妥協 我這影片其實也沒有講到 就是當你今天妥協 妥協的第一步 接著你就會 一路的妥協下去 所以 很多時候請你 堅持 好不好 堅持 堅持其實是最難 但是它是最重要的事情 那 比如說我今天在畫蘋 蘋是膚色 那有些 有些同學就是說 那我畫蘋 蘋是膚色 我就擠黃色 擠紅色 擠白色 我就可以挑出膚色 但是 你看你自己的手 看看你自己的皮膚 是不是有 綠綠的 還有我們的靜脈 然後 還有我們的微血管 它上面的那些色彩 其實真的非常非常豐富 但是我們今天如果在 偷懶的話 我們自己 黃色 紅色 白色 那我們絕對畫不出 真真實實的 皮膚狀態 所以 在畫的時候 在畫的時候 請記得 每一個顏料都要把它撩起來 那如果你是擠顏料的 每一個顏料請都要把它擠出來 不要覺得方便就好 那 就是我說的 當你今天妥協了 你後面就會有 很大的阻礙 你就挑不出真正的膚色 所以 畫畫的時候 心理作用 當你今天覺得方便 當你今天覺得 喔 這樣就好 不想要麻煩 那 它就會影響到後面 所以 當你今天把皮 只挖一點點 你覺得我只用到這幾個顏色 然後只挖這幾個 那完蛋了 當你今天妥協的第一步 那接下來就是 一直不斷的妥協 好不好 這很重要 好 我們現在要教 也不是教 我們現在要讓大家習慣一下 調色 這個習慣很重要 很多時候大家都會忽略掉 但是一忽略掉 後面說真的 嗯 要去 調整回來 我覺得很困難 因為 就是會 會覺得 就是這樣就好 對 好 這裡請大家務必要仔細看 這邊要教的就是調色 那這個調色呢 大家等一下要試著 在你們手邊 你們在電腦前 你要試著來調色 那這張呢 等一下你調色這張 這張也會 作為我們的一個 平時 小小的 成績 好 仔細看一下 我可以先準備一張牌子 那等一下你準備一張 簡單的白紙 A4紙 去理解 一件事 A4的紙都可以 就是 後棒是留著畫畫 所謂的中間色調 所謂的最亮 所謂的最暗 好 那我會準備好油 那 以我的習慣呢 調色的油我都會離我比較近 那 好 這邊就是照你自己的習慣 好 比如說 你習慣 我想要讓 我沾調色油近一點 它其實是一個很直覺性的反應 所以 像我 我的習慣就是讓調色油放 離我比較近 那 當我想要沾油的時候 我就會去用到 我就不用說 喔 繞過 對 就是 很多時候那個妹妹嘎嘎 好像看起來沒什麼 但是 它就會影響到你作畫的程序 跟順暢度 OK 一開始呢 我 你可以沾青润 你要沾調和 說真的其實我覺得沒關係 對 以前我還 會蠻蠻苛求的 對 但是 我覺得沒關係啊 基本上一開始其實是讓 筆 有含油 那 筆有含油的時候 它其實是 有一個好處是 對 就是沾了油之後 我來這邊碰一下 潤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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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處是 我們可以讓 筆毛裡面有油 油脂 讓它可以去做一個防護 防護的功用 好 這邊在講的是什麼 就是 你在開始畫畫之前 你的筆可以先沾油 油 那先沾一點油的話呢 它的好處是 讓你的筆毛 有一層油脂去防護 那你到時候要去洗 會比較好洗 這第一個 第二個呢就是 你到時候在調色 調顏料的時候 其實你會相對的輕鬆 你不太需要一直去沾油 好 那 我的醉案在這 你給我看我的調色盆 好 這邊是暖色系 這邊是寒色系 好 這邊在講的是 調色盤 調色盤 調色盤上的顏料 跟顏色 好 就是 各位螢幕的右手邊 這邊是最暗 好 那這不是黑色 這就是深的藍色 那左手邊呢是白色 好 就這樣最暗 那中間呢 這些 都是所謂的 中間色調 好 那 基本上呢你的調色盤 很重要 請你務必 務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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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務必 請你一定要照著色系 暖色系 寒色系 然後暖色系呢 又分亮到暗 寒色系呢 也是一樣亮的到暗的 它的好處呢 是讓你在調色的時候 你可以減少思考 減少判斷 用一個很直覺性的 就去 我今天要亮一點 我就加它 我今天要亮一點 加它 今天要亮一點 加它 加它們 我今天要暗一點 我就加右邊 今天暗一點 那你說 這裡 這裡其實是我調色盤 大家都會提出疑問的 也不是大家啦 其實都是我自己 我會拋出來 就是 你可以看到就是 這三個藍色 裡面有帶白色 很明確 就是看起來粉粉的 三個顏色帶了白色 它的好處呢 你把它擺在一起 你說 可是綠色就 就沒有分深淺 沒錯 但是呢 我讓亮的 有帶白的 顏色靠在一起的時候 它是避免我們的顏料 還沒畫的時候 就髒掉 比如說你想像一下 如果這邊是 比較亮的這個綠色 我今天可能很容易碰到咖啡色 那就髒掉 所以啊 你今天讓這個亮的 靠在一起的時候 它其實會有一個好處 避免保持我們顏料的乾乾淨淨 OK 不同的色系 找明暗去排 那最暗的 我只放這樣 現在是藍色 我調色的時候呢 我一定是讓我的筆 充分的去吃到顏料 那我要調出最暗的 我會去混咖啡色 OK 那我今天咖啡多一點 它就偏暖一點點 我今天藍色多一點 它就偏寒 對 那我今天顏色要變淺怎麼辦 加藍色 加旁邊的藍 那調色的時候呢 基本上 我都會有一個習慣 而且這習慣 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 我覺得可以 大家一定要好好學起牆 你如果仔細看的話 我剛介了 這個區域 是原色 接一點點 然後你去調色 它會有一個好處 什麼好處 它會跟你 原本的顏色 比較接近 但是 它又不會說 喔 完全截然不同 接下來 這邊在講的是 在調色的時候 我今天要亮一點的時候 就是加它旁邊的顏色 好 那我在調的時候 我一定會讓我的筆 是充分的 吸收到那個顏料 然後讓那個顏料 是充分的 均勻 好 就是調色的時候 好 那接下來呢 有一個重點 剛剛這邊 有講到一個重點 這務必要學起來 好 我在調色的時候呢 我借了 原本的顏色的一半 你看 我在調的時候會借一半 那這個一半呢 我圈起來 你看像我在調第三個顏色的時候 也是一樣 也是會借 好 那為什麼要借呢 因為 當你今天去借的時候呢 它會出現一個好處 你的顏色 會接的比較順 它不會說因為 我今天讓它變淺 我的顏色就落差很大 好 所以今天借上一個顏色的一半 它是讓我們的色結更順 好 那在調色的時候 你看一下 如果出現這種情況 有點擦開 好 這就是太乾了 這就太乾了 好 這時候呢 就要 沾一點點油 好 你只要看 出現這種 這就是太乾的狀態 就要沾一點油 好 那沾油的時候呢 基本上就是沾一點點 沾一點點就好 好 你剛剛如果仔細看 它就是碰到一點點而已 就好 對 辦法呢 是因為有些 有些顏料 好 你看一下 每一個調色 每一個新的顏色 都是跟上一個 借大概將近一半 好 那你調出來的顏色 就會 色結會更順 好 今天用綠色的也是一樣 我調到綠的也是一樣 好 那我今天要準備 轉到暖色系也是一樣 都是先借一點點 借一點點 好 每一個都借一點點 那這樣色系 就會比較順 這裡有沒有什麼問題 到這裡 等一下我們調色 調色這看完之後 讓大家操作 我們今天基本上 會做到兩個 兩個實作 這邊有沒有什麼問題 喂 喂 喂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到 有聲音嗎 有 有 剛剛講解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可以 可以 好 謝謝 我們繼續 我們在調色的時候 基本上就是我說的 如果你在排列的時候 很順 就是照明暗色節去排 然後明暗色系 去排的時候 基本上 你在調色的時候 基本上你可以 好好的去 表達你內心的感受 跟好好的去想 你想要怎麼畫 你可以 不需要思考 我要 我要變亮 我要調什麼顏色 我要變暗 我要調什麼顏色 不用 你就照這個色節順序 它就是 基本上就是一個直覺式的畫法 更直覺 你可以看到就是 我在 每一個調色 其實就是 往旁邊 變淺 變亮 總之呢 一定要 接一點點 之前 好 就建設 我一定 一定每一個 都會去解 原色 這個很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 它會幫助我們 在調色的時候 我們在畫的時候 色彩會銜接的更順 這非常重要 因為有很多 其實都 不知道這件事情 好 接下來 換色系 稍微 帶到 黃色 也是一樣 好 要更亮了 記得 顏料 一定要調勻 這邊可以看到的是 其實我沒有去換筆 我沒有去換筆 我是直接用剛剛的 那支筆 最深的 然後我直接去加亮的黃色 那你會發現 我的顏色其實沒有說多乾淨多亮 好 那這時候呢 等一下這邊我要做一個 對照 這邊為什麼你看我在調色 我只用單一一面去調 因為 另外一面 顏色更深 所以這時候其實我就不把筆 去轉過來 我就用單一一面去調色 避免我的顏色 避免我的顏色又髒掉 OK 看到這裡你有沒有覺得 這亮看起來沒有很亮 灰灰的 這亮沒有很亮 這很正常 為什麼 因為我們是從暗的 從暗的 不斷的調色 然後不斷的畫到亮的 所以我們的亮色目前是髒的喔 怎麼樣讓我們的亮色變乾淨 這時候就教大家 假設我今天真的 我就是外面寫生 我就只有一支筆 怎麼辦 準備好廚房紙巾 準備好廚房紙巾 乾淨的廚房紙巾 然後先把我們的顏料 好 這邊教大家的是 當我今天只有一支筆 去外面寫生 或者是我今天在 反正就是 局限的狀態下 我只有一支筆 那接下來 我的顏色調出來 就是髒髒髒灰灰的 不夠亮 怎麼辦 好 請你用廚房紙巾 把它清乾淨 擠乾淨 好 等一下清完之後 再看我調色 你就會發現 顏色變亮 明顯變亮 好 來看 捏掉 先捏掉 對焦 對焦 好 大概 捏掉之後呢 沾清潤 在上面 清理 那清完之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 不用清到說 超級乾淨 說真的 不需要 清到這樣 放上去 還好 沒什麼顏料 好 基本上就可以了 接著呢 我們來 我們剛剛是用這個嘛 橘的 有沒有覺得它瞬間變亮非常多 你看我們在清完筆之後 我們筆是乾淨的之後 不用說清到非常乾淨啦 就是清到把顏料擠掉 然後 你去沾油 然後它用出來的就是只有油 沒有顏料 這件事情的時候 基本上就沒有問題了 這時候你再回來調色 你會發現 我們的顏色變得非常非常亮 那個亮的色階至少 落差四五階左右 去加 太乾了就加一點點油 一點點油 就是碰到 點到為止 放在旁邊 你會發現 落差非常大 乾淨跟髒 你會發現 你會發現落差幾大 好 那 這些都算灰色料 這些都算灰色料 所以 今天 我今天要變亮 我不是說 我立刻 我立刻我就加白 沒有 並不是 今天你加了這些的過程 它都是變亮 都是灰色料 所以今天畫衣服畫的時候 昨天在講的是什麼 就是我今天在畫畫 我在調色的時候 不是說我今天要變暗 我就直接加深的顏色 或是去拿黑色來加 不是說我今天要變亮 我就直接加白色 其實有非常非常多的色階 是我們必須要做的 但是往往都被忽略 很長的時候大家想要變亮 就直接 比如說 在這邊 紅色想要變亮 就直接去加白 但是你會少了好幾階 少了1 2 3 4 5 6 7 8 9 少了9階 調色的時候你想要讓它變亮 就稍微加一點點 旁邊的色階 其實你會發現 你調出來的顏色 層次會多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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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 所以有時候說真的 或許啊 人家覺得 你可能會覺得 好像勤勞 或者好像 努力 好像認真 好像沒有成果 但是不會喔 在畫畫上 老老實實的 它就是會 回報你 其實最重要是灰色亮 中間的這個灰階 灰階是非常非常重要 那 我接下來要變亮怎麼辦 不過其實有很多白 你可以看到一種 兩種 四種 六種 那 我今天要變亮 我就以剛剛那個顏色來講 我繼續 變亮 加白 你的彩度 色彩的鮮豔程度 就會降低 然後它就會變 灰灰的 粉粉的 灰灰粉粉 怎麼辦 加黃 但你今天加這種 印度黃 就是 海岸 我們來調看看 加不同的黃 怎麼樣讓它 提升它的 彩度 分明度 這邊在講的是什麼 就是 我們今天在調色的時候 我們直接 直接加白色 你會發現 我們的彩度跟明度 其實並沒有提升 並沒有提升 所以怎麼辦 你必須再回來去加黃色 讓它的彩度明度 拉高 發現明度增加 再加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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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做出非常多的色階了 那這過程其實是 大家必須一定要練習的 然後 你的調色 它在這過程裡面 你會慢慢的知道 我今天要加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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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加黑色 那我就 就是 就是暗 或者我今天要變亮 不是加白 其實有太多選擇了 因為這過程 過程有很多的色階 對 但是常常都被忽略掉 OK 好 那這是我們練習的階段 也是很重要的調色 已經做錯費 好 那來吧 這個階段呢 先讓大家來 執行製作 執行操作一下 這個階段 到這裡 到這裡 OK 好 來吧 我發現我很愛說好 來 先 結束錄影